中国国会举行开幕大典 国王查尔斯三世在致辞中宣读了首相施凯尔政府的施政方针 超过了35项法案在施政计划中 着重在重振经济 解决住房严重短缺 还有生活成本危机等等 致辞内容也提到 在英国跟欧盟之间因为脱欧而积怨多年之后 政府将努力要重建跟欧盟的关系 你好我是宋燕民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